如果要问日本最美的女性是谁 我想金勇小百合是当助无愧的 从1959年至今 她出演了100多部电影 10次获得日本电影界最高奖项 最佳女主角提名 并4次获奖 69岁仍然被国民票秀为最美 在日本演艺界 她就是传奇 因为从小就学习艺术 小百合的身上始终有种优雅和从容 而幼年的家庭教育 又使她身上有一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 和对学习的严谨态度 后来小百合的父亲和朋友合伙做生意 被朋友卷走了钱 看到追债的人每天都到家里 日子开始变得艰难 小百合萌生了想去做暴童的念头 这个想法遭到了小百合母亲的反对 因为作为富贵人家的女孩子 抛头露脸去当暴童是很丢脸的 随着家境每况愈下 最后他们一家只好搬到了平民区生活 小百合的父亲一直找不到工作 万般无奈之下 小百合的母亲同意小百合出去挣钱了 1956年 11岁的小百合获得了一份 为漫画赤铜铃支柱配音的工作 更巧的是 这部片子中她配音的角色就叫小百合 童年如同过山车一样的经历 影响了小百合一生 小百合没有想到 为了养家糊口的工作 最终会使她成为一代国民女生 1958年 呼唤早晨的口哨开始选角 外形轻力的小百合被选中了 毫无行业经验的她 进入剧组后发现很辛苦 但是为了养家 年幼的她坚持下来了 电影拍摄了五个多月 小百合就在彷徨和紧张中度过了五个多月 她担心自己的演技拖累剧组 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小百合对演艺事业并不是十分痴迷 电影上映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整个剧组都为之沸腾 当时的媒体这样评价她的表演 荧幕上那个瘦热的小女孩 满脸羞涩的表演 如同一朵含苞带放的贝蕾 一个属于她的世界就这样被唤醒了 但小百合心里却是悲喜交加 因为她隐隐觉得 自己并不是太喜欢这样的生活 成了知名童心之后 小百合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为要工作 以前的朋友都和她疏远了 而身在演艺圈的她 也没有时间认识新的朋友 她感到了深深的孤独 小百合并不喜欢当明星的 她在心里下了决心 等家里的经济好转了 她就去好好学习 离开演艺圈 从一开始 小百合就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她理想的生活就是好好读书 和爱人组建家庭 然后快乐地老去 小百合想过一种甜淡的生活 她对名利并没有太多的企图心 因此在拍完第一部影片后 她又回到了学校 她始终认为读书上学 然后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才是正确的选择 其实在日本的另一个巨星 山口百会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信念 对他们来说 美丽和繁华不过是过眼烟云 只有内心的充实才是人生的目标 但小百合没有那么幸运 在她考上高中的时候 她父母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们需要她去赚钱养家 小百合再三争取 但她妈妈却说 你想去高中念书的心情我都明白 但你的学费总得赚回来吧 自此小百合就告别了做普通女孩子的道路 踏上了成为巨星的中途 她听从了母亲的安排和定公司签约了 但定公司高强度的工作和日程 让她无暇去兼顾学校的课程 最终她被迫退学 听从母亲的安排去了一家私立学校 小百合在公交车上和她当时唯一的好朋友道别 对不起我要离开了 这何尝不是她对自己梦想的告别 小百合个性一直温和 而且平时不善言辞 因此虽然对母亲和电影公司不满 年幼的她也只是默默承受 但此时在她心里 对自己一直被母亲安排的生活也产生了不满 从此小百合就进入了一种内心渴望脱离 但是行动却一直在拍片的道路 虽然不喜欢演戏 但小百合知道既然做了演员就要做好 她深知自己受观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外表 因此要想做一个好演员 首先就要有演技 1962年她主演了剧情片《画铁炉林丽的街》 本片是由著名导演蒲山同郎指导 在片中小百合扮演了一位品学兼优的美丽少女 出出茅庐的小百合凭借此片 一举夺得了蓝丝大奖最佳女主角 这部影片也奠定了小百合清新自然的表演风格 同年她与歌手乔幸夫演唱的歌手《勇怀梦想》 销量高达30万张 并夺得了日本第四届唱片大赏的奖项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在影坛和歌坛同时取得如此瞩目的成绩实属不易 对于小百合来说她的艺术生涯出道就是巅峰 而且她一直在巅峰上从未曾跌落半分 1963年小百合又出演了西河克己导演的作品《伊豆的舞女》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后西河克己又重拍了此片 主角是山口百会 从这部影片开始 小百合慢慢开始在电影艺术上进行了探索 《伊豆的舞女》是改编自《川端康成》的同名小说 《川端康成》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之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拍摄这部片的时候 她对剧本研究后 发现导演的理解和自己并不一样 在剧中她喜爱的台词都被导演删除了 于是她找到了作品的作者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却告诉她按照剧本好好表演 回去之后的小百合进行了反思 她开始明白了 小说和电影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由此也可以看出 小百合做任何事情都有一种认真和执着的精神 不出所料 影片上映后又获得了成功 此时影迷们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朵美丽的小百合花 走红的她成了国民明星 走红的时候随处可见小百合的画报 但小百合却陷入了焦虑 因为长期缺课 她在私立学校没有办法取得毕业证明 她失学了 绝望的她嚎啕大哭 并且对相熟的导演诉说心声 我不想当明星 我只想当一个普通人 但哭完之后 小百合还要继续拍片 执着的小百合并没有放弃想读书的想法 她在一余时间努力 最终她被早稻田大学录取了 尽管是她不喜欢的西洋历史部 但对她来说 能上学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随后一步接一步的作品 使小百合成为了当时的青春偶像 这些影片中 小百合均是以青春靓丽的少女形象出现 可以说是本色出演 其中凭借喜剧电影 那家伙和我 获得了电影制作协会新演员奖 整个六十年代 小百合都活跃在荧幕上 在大学毕业前她已经拍了二十多部青春片 但是随着市场的变化 到了七十年代 观众已经不再喜欢 最为青春偶像的小百合了 小百合的年龄也不允许她一直做偶像 于是她开始转型 她尝试着拍摄了一些 如《皇帝不在八月》 《冲动杀人儿子》 《海峡》 《天国车站》 等较有深度的影片 1975年 她参加了蒲山同郎导演指导的电影《青春之门》 扮演了一位烧炭工的妻子 成功地展现了日本女性的坚韧和情操 她也顺利转型 极用小百合的成就 来自于她认真而刻苦的工作态度 拍摄《伊豆的舞女》为了练习歌舞 她手打出了水炮 台北方的金丝雀 为了天和角色 她每天进行体力训练 在北之零年中 所有艰苦的外景 她都没有提升 晚辈评价她说 她会一边说着好难掩 一边特别认真对待眼前的作品 她四次夺得号称 日本奥斯卡的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在周刊大众举办的最美女星选举中 她以69岁荣获第一 小百合在影坛顺风顺水 但她内心的估计和压力也日益增加 小百合的经纪人是她的父亲 父亲的工作室有20名员工 后来为了读书 小百合与家人还有公司谈好了条件 每年只拍摄两部作品 小百合进入演艺界的初衷是为了养家糊口 但是随着她名气的日渐增长 家庭反而成了她想要退出的障碍 小百合一家完全依靠小百合来养活 甚至她父亲的视野也是完全依赖于小百合而存活的 她的压力可想而知 正当小百合觉得被工作和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 她遇到了杜哲也 他们是在拍摄藏原为善导演的爱与死的记录时认识的 杜哲也个性会学活泼也是当时有名的青春偶像 杜哲也是第一次拍摄文艺片 高强度的工作让她十分不适应 同样深受压力困扰的小百合很喜欢杜哲也的个性 两人在拍戏过程中见生情愫 他们想到了结婚 但他们的婚事遭到了小百合家里的强烈反对 理由竟然是这个男人长得太祸眼了 你嫁给他将来会吃苦的 从小听话的小百合虽然试图抗争 但是最终还是屈服了 他们分手了 一直到他28岁那年遇到了钢田太郎 当时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小百合失声了 在所有人都只在担心小百合的事业的时候 身为电视节目制作人的钢田太郎站了出来 他说不能说话就是生病了 就应该休息不要工作了 而且即使不能说话了 但是只要努力一样会打动观众的 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温暖的小百合被感动了 两人相恋了 但是钢田比小百合大了15岁 还离过婚 不出所料 小百合的家庭还是反对他的恋情 但是这一次小百合决定不再放弃 他从家里搬了出来 和钢田结婚了 小百合这么坚决 也是因为他骨子里只是一个想要家庭温暖的小女孩 现在钢田给了他 吃过苦的人 即使看到一点甜都不会放弃 更何况钢田带他如珍宝 虽然喜欢孩子 但是因为一直在母亲的阴影下生活 小百合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好母亲 他担心自己无法处理好和孩子的关系 担心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担心自己会让孩子吃苦 所以他结婚前就和丈夫约定了不要孩子 有人曾问过小百合是否喜欢演戏 他说他在还没有选择权的时候就开始拍电影了 他不讨厌这样的命运 也会努力为大家奉献好的作品 但是如果有来世 他还是希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 平平凡凡过一生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这里是于姐 我们下期再见